深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深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深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親身到巴打台地址 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鬼鼓女王迷離境界 我今日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叫做磨刀老人 這個鬼鼓一點都不可怕 但是很悲良 故事的主人翁變老頭 地方地點在廣東省和福建交界一個叫做浦城的地方 浦城 浦城有兩三千人的人口 有幾百戶 龍戶 原則上大部分人都是以種地為生耕田 變老頭 每一個黃昏的時候都會聽到他的聲音 這個時候是文初 磨膠剪刀 剪刀磨膠剪刀 很低調 很沙啞的聲音 大街小巷都聽到他的聲音 講起這個故事人物 他滿清清末的時候就跟老頭老母 他是奇人 滿洲人 來到這裡找食 衛生跟老頭老母 年青曆壯的時候 除了賣手藝 磨膠剪刀刀之外 做很多的散工 很勤力 得到所謂的左倫右利的街坊 城鎮的人 對他非常之尊重 因為歷戰得人敬 什麼事都幫忙 很快就 和一家龍戶的人 結了婚 那個女人很言為 很快就大了圖 寬天起地 很開心 但是不幸的消息 馬上傳來 難產 兒子出生 但是 老婆不見了 他一個人 守戴兒子 而守戴的時候 因為身兼兩職 又要做事又要找食 很多的左倫右利 或者街坊 經常說 你出去做事 我跟你看著他年輕 當時還可以三妻四妻的時代 但是 便老頭 沒有再結婚 沒有再有些遐想 一心一意 就是養大了兒子 兒子很生性 很高大 和他一樣 很勤力 受到所有的街坊 真是聰明了 乖 很快去結婚 但 結婚的時候 便老頭很開心 他把他這二十幾年 積落的積蓄 全部拿出來 幫兒子 大事鋪張 鋪張的程度 等於當時的大戶 人家 一樣 一點分別都沒有 把錢全部花光 因為真的開心得不得了 熬了二十幾年 直至兒子長大 那兒子都生性 人家說三年抱兩 他們兩年不夠三年 就抱三 嘩 便老頭開心得不得了 他媽媽很孝順 和兒子 不要出去做了 爸爸 在那兒看孫 還出去做什麼 但便老頭心裡很明白 他知道 兒子 又是靠耕田 又是做些零散的工作 賺到多少錢 始終 做了幾十年的手藝 不要放棄 當時 他五十歲 因為長期 日曬雨淋 和背著 竹坡在那裡 已經開始寒貝了 但我每天都去 今天 他到飯館 坐在那裡 又是磨剪剪刀 順便在那裡 買兩個饅頭 打算當下午一餐 誰知突然間 有個街坊走過來 變了頭 變了頭 快點回家 有事發生 嘩 整個心寒了一字 匆匆趕回去 去到他家 汗頭的時候 見到牛大媽抱著兒子 那個孫 拉孫 在那裡哭 心定了下來 什麼事 火燭啊你家 馬上趕快 他馬上衝回去 但是已經遲了 這場火 接近尾聲 他不斷在那裡叫 兒子 孫 媳婦的名字 旁邊的左輪又來 跟他說 起火的時候 你兒子見到大火 衝進去 我們想去幫忙 但沒辦法 整棚牆燒到塔過來 我們進不去 你節哀順便 變老頭 不斷哭 不斷哭 不出聲 生活對他來說 再無意義 幸好 還有個拉孫 他很怕失去了拉孫 他只能夠做些什麼 每一日 把孫子 放在背脊上 在竹坡裡面 每一日 仍然 一個很怕離開他 他很怕 世上唯一的親人 都離開 所以 他依然 不斷地 不斷地 磨剪剪刀 四周圍的人 都同情他 一次又一次的打擊 再無笑容在他面上見到 隔壁論社 街上的人 很多時候對個孫子特別好 對他的孫子特別好 但是一場大火 始終 都令到變老頭 沒辦法再開心起來 一老一笑 相依為名 十年 又過了 變老頭沉重的足跡 也都走完了 他的孫子叫變有強 自小就跟著他 四周圍走去磨剿剪刀 很明白 自己這個爺爺 對自己的付出 所以 爺爺對他牢牢 就是呢 暗暗沉沉 他完全是明白的 很體諒 因為他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他是靠他爺爺這個手藝 去養大他 所以很孝順 變老頭知道 讀書了 將 這十年積蓄 剩下的錢 不找那些博博債 讀書 要真真正正送他一間小學 要 令他明示你 要花很多錢 而話不說 給了這些錢 而變有強 很勤力 因為他明白 他只有讀書 很勤力 才能回答爺爺對他的愛 十歲那年 就已經讀到二年級 當時是極少的 因為也不是現在三歲讀幼稚園 六歲讀少 他們這樣不是的 但是 被人看不起 因為讀得這些學校的人 多數都是大戶人家 哈哈伯伯 班裏面有些人 經常笑他 磨剪刀 剷刀 剷刀 磨剪刀 笑他 他很忍得 因為他明白他自己出身 當時 學校有個叫大榮 同班同學 最高大 讀書不成 永遠都有這些人 叮噹裏面也有健安 對 有一天 取笑他 三分前 是不是磨剪刀 變老頭 聽了 他說 求求你 全靠我爺爺 那麼辛苦 養大我 你們家裡的菜刀 或者那些草頭 都靠我爺爺 幫你們才可以 做得那麼好 說了很多哀求的說話 戴榮 就是老大 大聲地笑 我們可憐你 你以為想給你做嗎? 但是又寒貝 又老 你爺爺 我們可憐他 才讓他做 你是靠我才有飯吃 你都不知道 傻仔 跟著 便有強頂不住 衝突起上來 大榮 連上幾個手下 衝過去 就打 其實本身有個小孩打架 但是大家沒有分寸 一直打 死了死了 沒有氣 沒有氣 大聲地叫 旁邊 班主任 全部來到 便有強 就不在 這個消息傳到便老頭那裡 便老頭再沒有反應 他唯一的希望 都沒有了 全個城鎮都因為便老頭 而變得 倉良 悲苦 幾個小孩 大榮 已經被 抓了去 等候審判 但便老頭 不出聲 坐了在那裡十幾天 直到便有強 下大雨 下狀那天 辦了所有的事 好多人都怕 便老頭頂不住 你搬來我那裡住 有個說 哎 我剛剛的孫出世 我契了給你 對了 個個都想千方百計 去安慰他 還有 扶持他 看著他 不要讓他做傻事 但是便老頭今年六十歲 他每一天 依然磨剪剪刀 每個都覺得他 好像很不正常 對眼很空洞 但是沒有辦法 今天 傾盆大雨 落得很厲害 好像個天 都為便老頭 大聲痛哭 但是遠遠也都聽到 電路頭的叫聲 磨剪剪刀 幾個字 單調 而淒涼 很多的街風衝出去 叫他 不要啦 下大雨 快點回來啦 但是 去到門口的時候 聲音遠遠傳來 他一樣在走 雨過天清的時候 再沒有人見到便老頭 到黃昏的時候 在他墳頭 孫子的墳頭那裡 就見到便老頭 無聲無息 墨在墳頭上死了 很多街坊 出盡了所有的氣力 和錢 將他們 的親人 全部合葬了 讓他可以跟 兒子 媳婦 孫 全部合葬一齊 完了這件事之後 每逢黃昏入黑的時候 大家在一個城鎮裏面 無論是好天 下雨 急凍 雙降 每一晚都會聽到 磨膠剪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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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膠剪 沒有一個 抱成的人 會覺得 悲 驚恐一點都沒有 可怕一點的感覺都沒有 但是 每一次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 每個人都覺得很孤獨 很心酸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便老頭 死不瞑目 也都知道 他與世無爭 他想起 他想起便老頭 可憐的一生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會害人的 也都知道 他與世無爭 他想起 他雖然死了 他一點都不會傷害人 但是變老頭的鬼魂的喬聲 只是對命運 對不平的命運 作出他最後的控訴 拜拜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